大家好,这里是足说宇宙,我是林某 本来这期准备聊是和居住的潜在候选行星的 不过看大家讨论的那么激烈 明事决定要不就先说说这个大家都关心的话题吧 上期说到,比林星附近的行星 比如在它一具带内的比林星B 可能并不适合生命生存 不出所料,还是有小部分人会有这个疑问 宇宙那么大,谁说外星生命就一定要生活在像地球这样的环境中 这个问题更直接的说法就是 谁说外星生命一定非要是碳级生命 其实严格来说,如果单拿出来看 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 宇宙之大,以及它的多样性 什么可能都应该存在 但是当我们谈论到寻找外星生命 或者寻找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 这类话题的时候 这样的反问就显得不那么合适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类话题的重点在寻找这两个字上 说到这儿,相信很多人应该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看了之前大家的留言讨论 发现绝大多数同学还是具有正确的科学精神的 基本上都能说到点子上 这点说明对科普感兴趣的人 整体的认知水平相对来说应该是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这么说没有贬低他人的意思 只是说有这么个现象 好了,不辞那么远了 对于刚才开头提到的那个反问 如果简单的回答 那就是,如果连碳级生命都找不到 其他生命形态就甭想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宇宙中碳级生命是最容易形成的 这就牵扯到了有机化学的内容了 在化学反应中 碳元素它既不容易失去电子 也不容易得到电子 所以难以形成离子键 形成的基本都是些特有的共价键 而且它的化学键数量比较适中 少了的话没法构成各种各样的结构 多了的话稳定性又是个问题 碳元素不仅可以形成单键、双键和三键 这些原子之间还可以形成长的直链 环形链和直链等等 可以说是变化无穷 碳元素是所有元素中化合物种类最多的 加上碳元素它本身在宇宙中的风度又排第四 这就决定了由它来构成复杂的结构显然更容易一些 所以从概率上来说 碳级胜出的概率绝对是碾压级的 对于非碳级生命 它一直被当作是一种猜想 很早就有了 拿那个经常被大家提到的 硅级生命来说吧 最早在19世纪就有人提出过 硅级生命这个概念 因为与碳同足的硅元素 它的化学件数量上和碳非常类似 不过实际情况是 由于它的化学件的性质 决定了它的化合物并不稳定 另外宇宙中的硅元素占比 要远小于碳元素 因为大部分的小质量恒星无法合成出硅元素 像我们的太阳 它将来基本上也就聚变到碳就完事了 硅元素只有在大质量恒星才能合成出来 所以总的来说 想由硅基构成复杂的生命形态 那还是相当困难的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制约因素 比如对能量的转化和使用方面 硅都远不如碳 硅已经是除碳元素外 最有可能构成生命结构的元素了 它都这么难 所以其他元素就更别想了 其实生命的出现 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偶然的情况 即使是对碳元素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 碳能从这么多元素中脱颖而出 成为构成生命的基础 用郭德纲的话说就是 不是我很优秀 全靠同行的衬托 当然就像刚开始说的 这并不能说碳基以外的生命形态 就一定不可能存在 只是说目前这些非碳基生命的理论 还只能算出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说 并不能归入到现今的科学体系内 所以在对科学性要求较高的场景下 这种理论并不适合引入 如果这些理论是用在科幻作品中 相信对于普通人来说 还是特别有说服力的 但是想要在科学领域站稳脚步 条件远比想象的要苛刻的多 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寻找外星生命时 如果考虑到投入资金 进行实际行动的时候 只能以地球生命为参照 因为我们熟悉啊 我们很清楚知道哪些环境适合 哪些不适合 这样总比光靠猜想去盲目寻找 靠谱的多 虽然从宇宙多样性上看 其他什么形式应该也是有的 只不过现阶段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找它们 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寻找最熟悉的探机生命 效率显然是最高的 如果未来有朝一日 我们已经在宇宙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外星生命 那么这个时候 或许才可以开始考虑 寻找其他生命形态这个问题 所以现阶段如果抛开实际行动 只是开脑洞去想想的话 那千奇百怪的想法多得去了 怎么想都行 科幻小说为什么吸引人 就是因为它的想法比较自由 不用像科学理论一样那么严谨 哪怕是那些硬核科幻 大多也仅仅是基于现有的科学理论的抽象演绎 如果科幻小说的内容完全遵循现有科学理论的话 那这种反而不能叫科幻小说了 今天这期稍微有点偏离天文系列的主题 不过也还好吧 毕竟只要说到地球以外生命存在的相关问题 总会有人提出类似的疑问 不过比较欣慰的是 大家持理性态度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的 为你们点赞 当然也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好了 我是林某 诉说宇宙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